及时新闻综合报道,去年因被控收受国家情报院会落而遭盘和的南韩前总统朴槿惠,本月8日遭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提出冻结资产诉求,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经12日作出裁决,冻结朴月60亿韩元,约新台币1亿6千万元资产。 综合媒体报道,朴槿惠在纠任南韩总统期间与清瓦台三名秘书密谋收受并挪用国家情报院多达35亿韩元,约新台币9千7百万元的特殊活动费,遭到弹劾。 南韩检方于本月4日追加控诉朴槿惠事件贿赂,并于8日向法院提出冻结资产诉求。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经裁定扣押朴槿惠位于首尔价值28亿韩元的住宅以及冻结30亿韩元,约新台币8千360万元,个人支票存款并禁止与银行进行储蓄及财产交易。 所有资产均需待判决结果出炉后,才得以处置。 冻结令生效期间,其首尔住宅亦不得出售,转让或出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花